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 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五中全会对文化建设高度重视 从战略和全局上做了规划和设计 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明确提出了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 这应该说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 提出建设文化强国以来 东阳首次明确了建成文化强国的具体的时间表